向各位朋友報告 这段时间经过审慎的思考 以及和党中央反复的讨论 我决定退出2024年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 中央党部所做的调查报告 已经厘清了事件处理的过程 以及相关的制度缺失 也厘清了我并没有吃案或包庇 我希望我的退选 能够让这场性贫运动 不再受到其他政治口水攻防的干扰 也希望整个社会能够聚焦在 未来的制度改革 以及我们如何能够达成一个 更平权 更互相尊重的社会